当听到江爷爷声音颤抖地对着镜头说出这些话时 让人也彻底泪奔了 到底是多深的感情才会如此揪心 江爷爷说过福宝不是一般的大熊猫 更像是自己的家人 爷爷陪伴福宝度过了1352天 用了一千多天来想象离别的时刻 真正离别的时候匆匆两天就结束了 送别福宝的那两天 江爷爷一直紧绷着自己 因为爷爷不想让福宝看出来他的难过 爷爷只希望福宝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福宝就可以少一些伤心 当江爷爷告别福宝独自坐上回程的飞机 爷爷再也忍不住了 靠着窗户一直在偷偷地抹眼泪 不喝水也不是东西 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伤心成这样 真的让人很心疼 爷爷三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福宝 现在一离别就是永远了 宋爷爷这边同样不好 宋别当天宋爷爷就已经忍不住哭了很多次 上班的时候精神是恍惚的 人在这里 心已经跟着福宝走了 被宝宝咬疼了才恍过神来 写给福宝的最后一封信 宋爷爷哭着说 再见了福宝 对于旁人来说 这可能只是短短的五个字 对于宋爷爷来说 这是最痛苦的五个字 意味着三年的一切真的结束了 那个他爱到痴狂的福公主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两位爷爷是把福宝当做小孩子来对待的 离开福宝就像离开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这三年来 爷爷陪伴福宝的时间比陪伴自己家人的还要多 每天心心念念的都是福宝 别说三年的朝夕相处 哪怕是养了几个月的小动物 要离开的时候也是非常难受的 这种亲密关系的离别是很难释怀的 可能过了很久再次想起来 还是会难过的无法呼吸的 爷爷和福宝的故事真的太震撼了 所以我总是感觉爷爷和福宝之间的故事 不可能也不应该就这样结束了 后续会不会还有续集呢 我暂时想不出有哪种方式 可以续集爷爷和福宝的故事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把你看得比